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郭艾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对于像格林美,中高新,夏美物业,焦州万芳,洛阳木业 给出全面技术解读 好,进供参考 那么有色板块呢,怎么看 咱们呢,先看一下有色板块指数 好,那么像有色板块指数呢,今天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并且放量 那么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核心点呢 像有色板块,它对应的一个节点是属于呢,前面调整的比较深 那么呢,调整过之后呢,它是遇到下方144天均线的一个支撑位置,开启了反弹 那么在今天之前,它的一个反弹呢,其实是弱势的一种状态 这个弱势呢,体现的是量能 一个是力度,一个是量能 力度的话呢,并不强 量能也没有明显的表现 那么咱们前面现在给大家观察的是 如果再往上,它一定要补量 只有补量的话呢,那么它才有可能会延续 好,那么今天的一个反弹的话呢 它是属于补量的一种走法 就是呢,像有色板块指数呢 它是属于在513天均线上方 那么今天呢,给出的是一个光头羊的一个走法 好,而且呢,量能伴随明显的方大 而且今天这样的一个量能的话呢,它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这样的一个量能,它对应的话呢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过去12356 好,这样的一个量能 那么像这样的量能体现出来 它代表的是有一定的资金的介入 包括了人气的一个回笼 那么后市应该怎么去看 好,那么咱们再从更小级别的一个维度 因为日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首先,它是下方的是144天均线支撑的一个节点 然后呢,趋势线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它实际上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前面低点和低点相连 趋势线破位周的反抽 就是破位周的反抽的走法 反弹的定位依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只不过呢,144天均线或支撑 那么反弹今天是属于明显的方量 方量过周呢 上方又考验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的一个位置 同时呢,在趋势支撑线附近 它前面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这个平台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周期的一个压力所在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用长运视角再来看小级别的 那么五分钟的一个结构 那么五分钟的一个结构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给它讲的一个视角 是从706的位置以来 它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线段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线段上 那么呢,对应的 好,考察的一个节点呢 就列出在昨天咱们的一个视角 好,上,下,上 如果回落不破前面的低点 那么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呢,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离开段 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盘整来看 那么今天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 开盘过之后呢 带量 就是在下跌当中 明显的有这样的一个量堆的呈现 它代表有一定的资金接力 而后呢,出现相当的反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还是属于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线段的一个走法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 用更小级别 例如说在一分钟 那么在一分钟的一个图形上面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 就是呢,它属于一分钟中枢延伸 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盘整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盘整上的区间 给打开 打开过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一个技术观察点 就是在一分钟中枢上延的一个位置 好,如果说呢 它能够进一步的往上走 然后呢,走离开这样的一个小的 一分钟的盘整区间 那么呢,回踩不破 给出一分钟的山脉 那么呢,可以从一分钟的盘整上 发展成为一分钟的趋势上 好,这是有色版话 就是说呢 日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上方考验的是趋势线的压力 下方144年均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小级别的话呢 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超短的一个强弱的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用一分钟级别中枢上延来去做一个技术方数位 那么这个一分钟上延的位置呢 它对应的是739 好,这是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具体的个股 好,那么具体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整个有色板块呢 像今天出现了 因为出现了几家涨停板 那么不像吉祥股份 这样的个股呢 属于超低反弹的一种做法 好,张元物业呢 是属于人气股的反暴 好,那么人气股的反暴 那么像张元物业这样的个股 它对于不管是有色还是稀土方向 它都是有一定的人气的一种提振 因为前面的走过这样的一个龙头的作用 走过这样的一个属于前腰 属于这样的人气股的一个反暴的一个做法 好,然而像中欧高新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今天 咱们也要重点进行解读 好 那么咱们这是从个股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来看呢 像有色板块当中 例如说呢 像反弹 它是要么是属于人气股反暴 要么属于这样的一个超低调整充分的一个轮动 同时的话呢 例如说像这里面 不管对应的像稀土方向 就是小金属 还是说呢 像铝方向 铜方向 其实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移动 但是呢 移动的程度不同 那么咱们重点结合呢 这几只个股像格力酶 好 那么像格力美这一支个股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咱们前面讲了很多次 那么呢 咱们借助于 残忍结构 包括了筹码的一个视角 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点呢 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震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震荡的范围里面 其实呢 靠近下沿的一个节点呢 就是呢 回落是机会反弹呢 只要补不突破 对应的话呢 是风险 用这样的节点来去看 那么呢 当前我们再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呢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的节率 好 那么呢 对应的 列说呢 咱们前面给他其实是这样详细的去表达过 从10块07的位置 一个下跌 它是有这样一个结构的 上涨1235下跌1233 上涨 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上涨震一下冲高 下跌 有结构 上涨也是如此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 就像上期待的是一种日线 就是它已经 由这样的一个中枢 列数了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盘整下的一个走法 然后呢 一个盘整上的一个 走法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从它的内部结构来讲 在这个位置呢 它属于站着中阴 这个中阴呢 体现的是向上没有先高 向下的话呢 也没有给心低 还属于站着一个中阴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中阴的阶段里面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个人的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一定非常明确 那么呢 对待当前这个位置 向上低 它确实是属于 如果说向上看 它是没有突破的 那么呢 向下看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属于低点的一种抬高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那么观察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向上反弹 不能突破前面这样的一个高点的一个节点 一定要逢高去 减重这种高抛的一个视角来应对 那么呢 如果说在这样的位置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前低附近 或者说呢 破一下前低 只要说不破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呢 它对应的都是所谓低息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是用相体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好 那么我们再看 用更小级别的维度来去观察 例如像一分钟 一分钟的话呢 我们终点来看它从八块 好 例如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 例如说呢 从八块三毛九的位置 冲高回测 再冲高回测 那么当前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最小级别 一分钟这样的一个盘整 上的一个走法 那么当前呢 还是属于一分钟向上离开段 那么所以说呢 像格林美这样的购物的明天 应该还能再往上冲一下 但是往上冲一下的话呢 考验前高 好 这种冲马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它是属于高位形成 单峰密集 单峰密集的话呢 还属于这样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之内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带量向上突破 它可能会有新的起点 没有向上明显的突破之前 只能用这样的一个相体的视角来进行 把握或者是进行参与 好 这是格林美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去看 例如说呢 像 对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 像格林美这样的购物的话呢 其实它如果说真的调整下来始终不破 那么呢 是可以用更高的维度来去观测 观测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例如说 好 从3块7毛3的位置 可以把它做一个日线级别中枢延伸 那么当前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日线的中 说组建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它 就是在股市当中有着谚语 就是恒久比跌 这句话呢 其实它只说了一半 什么意思呢 恒久了 它对应了 其实恒了越久 它的虚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越强 最终一定要选择方向 那么向下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 调整可能会 成为一个下跌趋势的一个调整 那么反之 如果说恒久向上选择方向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是一个新的空间的打开 所以说呢 如果说始终能够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内 始终不跌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可以期待日线中枢 向上离开段之后 触发的这样的一个第二一个中枢 形成 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一旦形成了 再期待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上涨幅度 是可以和前面这个位置都对比的 但是呢 因为前面是几涨 后面的话呢 反弹过之后呢 一旦新高在就是离开段完成离开段的内部的话呢 好 有这样的一个被词的一个关系 那么呢 就会触发从 触发从新的这样的一个卖点 好 这是大的前提呢 是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反之呢 如果说震荡的过程当中 始终不能突破前面的高点 就是这个离开段始终不能成立 那么呢 又要防范的是 从10块07的位置作为观察点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是购置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之后呢 再向下走离开段 再考察下方这样的一个平台 好 这就是一个观察点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中枢高新 中枢高新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它咱们前面也是讲到过 它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级别视角的话呢 是属于 例如说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中线 然后呢 近期高点和高点相连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压力线 突破之后的回踩 那么呢 它的一个走法呢 其实在技术上面进行表达 它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支撑的一个区间 因为支撑而言 它并不是说一个价格 或者某一个位置 在这个 这是一个筹码 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筹码 单峰密集区 然后呢 向上走出离开段之后呢 再进回落 那么这个区域呢 作为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这是它的日线的一个维度去观察 好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 再去看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 它在前面 其实在30分钟的一个维度上面来讲 其实已经呈现了非常明显的 底背离的态势 就是在上涨之前 就在今日之前 它已经呈现了底背离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明显底背离的信号 而且呢 咱们在前面给他讲到MICD 顶底背离的时候 包括呢 讲到MICD实战口诀的时候 给他讲到 同样是底背离 或者是警察有的底背离呢 他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而有的底背离的话呢 他就更容易上涨 为什么呢 例如说咱们同样还是这一次个股 咱们继续往下面去看啊 就是呢 在底背离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如果说底背离发生的时候 它对应的MICD经差 距离零轴的位置比较远 那么呢 它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就是呢 底背离发生 那么底背离的话呢 我们有两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像这个位置 它的绿柱的面积 和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绿柱的面积 相比较来讲 明显的 就属于呢 空方的力量明显的在减弱 好 明显减弱的这样的节点 同时的话呢 我们用看MICD这样的一个 在进行走 走高 价格呢 在这位置进行走低 那么它的一个底背离形成的过程呢 其实是非常激进零轴 靠近零轴的一个位置 靠近零轴位置的同时 那么呢 它又和日线级别这样的一个 咱们刚才看到的日线级别 这样的一个平台附近 支撑附近呢 相公正 那么当时对应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是7块5的 也就是这一轮它调整最低呢 已经触碰到7块5 没有跌破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公正的节点的话呢 其实是更有利于去把握的 好 而且呢 咱们还在 昨天给他分享的 关于开地接的运用 开地接的运用的话呢 它的在单边式当中 开地接它的一个用法呢 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 对话 但是呢 在处于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节点 那么呢 借助于像MSB 或者像均线的一个公正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 开地接的一个 对股价的一个敏感 那么呢 是很好的去利用起来 所以说呢 那像这样的一个购物它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节点 其实是 比较好的 好的节点 就是下方这样的一个 支撑区附近 让它30分钟底背离 前面调整呢 又比较充分 而且像这样的购物 它本身背后呢 是有这样的业绩作为支撑的 好 今天既然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涨停板 涨停板出现了 同时呢 我们会发现 那么今天涨停 它是属于涨停过之后呢 开板一次 再涨停 再开板 再涨停 好 那么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称之为换手板 那么这个换手板怎么去看呢 在我看来 这样这个位置出现 这样的一个换手板 反而并不是坏事情 为什么呢 它只有通过这样的换手板 什么叫换手板呢 有资金 离场 有资金 新的资金接力 那么用这种方式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去消化前面 这个位置以来 这样的一个下跌调整 这个位置以来 这样的一个亏损筹码 能够得到解放 好 但是呢 这一支个股呢 因为考虑到 它的一个历史位置 相对来说不高 而且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支撑 那么呢 今天涨停过之后 处于手板的一个状态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 很好的去观察了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冲高不能连板 那么又会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的话呢 那么呢 当减则减 当离场 则离场 好 那么呢 但是呢 离场过之后 像这样的一个走法 我们来看 其实呢 它是属于 例如说呢 可以把 以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作为一个依托 这是一次突破 这是回踩确认 然后呢 再一次冲高 好 冲高过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对前面这个位置突破 有效的一个再一次确认 那么再一次确认的话呢 那么后面即便冲高之后 主要说不能连板 那么当前之间 短线呢 当卖则卖 但是呢 如果说再进回落下来 那么它反而呢 它的一个机会会更加的一个 确定 就是说呢 它会增加它的一个人气 会让股性变得更活 因为我们来发现的话呢 前面在这个位置阴跌 其实是挺折磨人的 小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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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一天 继续阴线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 1235678 在这个八个交易日子里面 其实是真的是挺 挺折磨人的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涨停 出现过之后呢 如果说后面再冲高 那么呢 也不是也抛去追 但是呢 冲高之后 当前之铁回落下来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 它会从7块5到 到9块1毛5 如果说不能突破前面高点的话 那么在9 在7块5到前面这个位置 它会形成新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 这个震荡区间的话 其实是比较适合这种 低吸高炮的一个视角去重新观察的 好 这是中央高新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到列说像厦门物业 好 厦门物业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 它的一个走法 前面的话呢 其实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阴 就是阴线 下跌 反抽 下跌 反抽 下跌 反抽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 走法呢 其实从量能来讲 它表现的并不算很强势 而且呢 它还处在这样的一个写箱下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内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只不过呢 它的一个会采呢 也是到144米军员附近 其实呢 官复盘个股更多 大家会发现 其实144米军线 还是有它独有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在的 好 那么像厦门物业这样的个股呢 因为它背后也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前面的话呢 像冲高形成这样的拐点之后 好 144米军线公正 144米军线 144米军线公正 144米军线附近 144米军线附近 那么这个位置呢 我们来看它前面 但凡出现磁虚的反弹 它的背后 MICD零轴上方 然后呢 量能有个磁虚性 MICD零轴上方 量能有个磁虚性 MICD零轴上方 量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大 好 MICD零轴上方 量能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的MICD还处在零轴下方的一种状态 好 零轴下方 量能的话呢 其实需要进一步观察 它的量能能不能起来 量能能起来 MICD能上零轴 那么呢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行情的开启 反之 如果在这个位置再往上冲一下 但是呢 量能还是没有明显的方量 那么在前高附近 它可能会沉压 就是呢 考验的是MICD的一个观察点 就是呢 它是强势周期 还是弱势周期 好 这是厦门物业 同时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个股的话呢 它当前已经进入到了 例如说 我们把它前面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又处于这样的日线 趋势线的一个位置附近 好 那么像这样的 如果说再进回落 始终不破144点均线 就是呢 如果说冲高 强的方式呢 带量MICD上零轴 好 如果说不强的方式呢 冲高之后 那么呢 面临回落 如果说再一次考验前低 以及呢 144点均线这样的一个节点的位置 那么它又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好 那么我们再用最小级别的残论结构去看 最小级别的残论结构的话呢 其实从23克9毛8的位置以来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盘整下跌 来进行看待 那么像这个位置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 好 是一个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这样的节点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去看 它是五分钟的盘整下跌 盘整下跌之后呢 这是属于被持一买冲高 好 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被持二买 那么反弹 那么当前 如果说再结合残论的一个维度来看 反弹 向上 对应的一定 对应的它是不是去追的 而是呢 很高去减的 或者是它是可以把它视为组件这样的一个 新的五分钟的 中枢平台 如果说再往下 不破前面低点 好 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向上的离开段 如果说向上的离开段走强 那么呢 对应的量能也起来 那么呢 它在刚才的技术维度当中 MSD日线可能上灵足了 量能可能要有所呈现了 那么像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它属于一个 突破的一种拐点 或者是五分钟 把握一次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可能会更加稳妥一些 好 那么咱们再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像 交座万方 好 交座万方的话呢 那么这一次个股对应的 它前面四连板过之后 好 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明显的资金出逃 出逃过之后呢 又跌到当时七涨位置附近 七涨位置附近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个股 我们从筹码维度来看 它是明显的有资金 在这个位置间洗仇的 但是洗仇的话呢 上方 在这样的一个 跳空缺口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有明显的压力 筹码套楼盘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个股呢 它对应的只是一个 超跌反弹的一个做法 超跌反弹的话呢 那么上方这个缺口呢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所在 那么呢 我们再结合 列数呢 像这样的个股 它在30分钟维度上面来讲 也是呈现了 30分钟底背离的一种状态 好 反映了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也是 用五分钟的维度来讲 它也是属于走出了 这样的一个趋势下跌 趋势下跌过之后呢 当前是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上 五分钟的线段上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 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然后趋势下跌 这个位倍持一买 倍持一买出现过之后呢 冲高一次 回落不破前低 倍持二买 这样去看 好 那么在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走势结构 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上来去 看待的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往上 缺口的位置是压力 所以说呢 往上要看它的一个 压力区 就是呢 超跌反弹的走法呢 它不会一蹴而就 一下子上去的 那么冲高之后 还是会有回落 回落不破前低 低点呢 可能再要走强 它也是虚似的过程 可能才会有 很好的一个观察点 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观察的话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七块八毛山的位置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一分钟的盘整上的一种走法 好 一分钟 盘整上 后面呢 一个短期的观察点的话呢 是只要说回踩不破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是一分钟 向上反弹的延续 同时的话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好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嗯 组件 如果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组件新的五分钟的中枢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观察呢 向下 观察前低 向上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 上方有这样的压力 以及缺口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做法呢 可能会 以震荡的方式 冲高之后回落 不破前低呢 还会再进行反弹 好 最后呢 我们这是 呃 交做万方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向 洛阳木叶 好 洛阳木叶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对应的一个做法 其实 前面调整的比较深 非常明显 好 呃 从8块05的位置 一路下跌 那么呢 它下跌 到什么位置 也是到144点均线的位置 直跌 对于什么 对于很多 列宋呢 咱们前面呢 是把144点均线呢 作为这样的一个 呃 重要的观察点 周看牛熊 是看强弱 那么观察点 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 有过高的涨幅过之后呢 它最终回踩的一个 呃 位置呢 呃 调整充分的位置呢 首先观察144点均线 那么144点均线 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但是呢 当前它是在这个节点呢 144点均线附近 好 12345678 910 连续10个交易者 它也是有一丁的筹码吸筹的 但是呢 这个吸筹的力度不够 就是呢 它上方还有大量的套牢筹码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近期呢 微微有点带点亮能 所以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接下来应该还会还会经历一个摩底的阶段 就属于呢 因为上方一上方呢 把这个位置呢 呃 当成一个大的一个平台 跌破 那么它是撑压的 在平台上方的话呢 有个充满密集区域 这个密集区域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压力区域 像这样的个股呢 它向上 呃 不太容易直接上去 就说呢 即便冲高之后呢 它也会回落 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震荡的时间周期更长 上方的充满的消化的更充满 后面呢 再带亮 它才有可能起来 好 那么像 呃 洛阳木叶当前的下方支撑 考验的是144年均线 然后呢 144年均线也作为前面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五元的五元附近 也在前面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它的一个支撑所在 那么上方呢 又有这样的套路数码 包括呢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作为压制来讲 所以说呢 它可能还需要一个模底的过程 然后呢 我们再用最小级别的残论结构去看 好 最小级别的残论结构去看的话呢 它对应的其实也是属于前面 好 在这样的节点呢 它是一个 呃 一分钟的 呃 中枢 在这个位置呢 是由一分钟中枢 延伸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中枢去看 好 然后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 好 下跌 五分钟 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盘整下跌 被迟 被迟当前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呃 五分钟中枢 逐渐来去看 因为呢 它反弹还不破 没有触碰到上方这个中枢下沿的位置 它只要不能突破这样的节点呢 它都是属于 三脉 一脉转三脉 回落不破前第二脉 二脉再反弹不破这个位置呢 也是二脉转三脉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如果说回落 再经过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走势结构或者下跌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呢 它对应的再往上 还是个考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 只不过呢 如果是向上力度稍强 那么呢 它形成这样的一个支撑区域 它就可以作为新的支撑 作为观察点来进跟踪了 没有形成这样的节点之前 那么这个平台 就是它的一个压力素材 好 这是咱们今天呢 更多的从 列出呢 从 残忍结构 从MSD 从均线的视角来进行分析 仅供参考 好 同时呢 修长没有任何的助理 也不会呢 给 就是也不会分享推荐任何的金融衍生产品 理财产品 那么呢 点到的方向 各部呢 仅代表个人的观察视角 技术经验 好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欢迎分享 觉得不错呢 也可以进行转发 好 再见